袋子里竟然装着个美女 突然美女转过头 眼角竟然流出了泪水 小帅看到后 用手擦了擦 一点都不害怕 还把尸体偷回了家 原来她是个变态 喜欢收集好看的头发 可打开盖子一看 女人的头发还在疯狂地生长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十天过后 头发就有三米长 她拿起剪刀 咔嚓就剪了一缕 然后来到美发店 想把头发卖出去 看到质量这么好的头发 老板娘迫不及待地试了下 感觉非常棒 自己还对着镜子比划了半天 不知为什么 绑头发的绳子上还有个铃铛 这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头发慢慢卷起 酸到她的耳朵里 搜的一下不见了 下一秒 无数画面在大脑中闪现 那是头发主人被迫害的最后一幕 随后她就被控制了 拿起桌上的剪刀 慢慢凑到顾客耳边 随后对准而恐 左手张开 猛的一用力 客人回头一看 问她这是干什么 然后一低头 看到了身上的血迹 而老板娘却咧嘴笑了起来 紧接着朝顾客走了过去 吓得顾客哇哇直叫 画面一转 小帅看到电视上的报道后 才知道头发有这功能 而头发吸收人的精气后 长得越来越长 于是小帅更卖力地 伺候床上的尸体 这天她拿着更多头发 来到理发店 分给每一位理发师 让他们免费试用 可给客人接完头发 当晚就发生了意外 她还在睡觉时 头发就动了起来 死死勒住女人的脖子 女人正在睡觉 头发竟然悬浮到空中 下一秒 就缠住她的脖子 用力一勒 她顿时呼吸困难 本能地用力一抓 紧接着就坐了起来 先有余记得看着手中的头发 以为刚才在做梦 随后来到厕所 看到镜中的自己 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点点向前凑 定睛望去 眼中竟然有根头发 她非常害怕 急忙伸出手 用力夹住 向外一拽 没想到头发越拽越长 倒了好几次 竟然还没拽完 这可把她吓坏了 任着心中的恐惧 又试了几次 头发终于全出来了 可抬手一看 头发居然钻到了手指里 跟睫毛一样 她伸出手指 夹住头发 用力向外一拽 没想到头发又三米长 她顿时傻了眼 大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随后心一横 攥住头发 一用力 就拽了出来 她这才长 输一口气 这也太诡异了 突然她张开嘴巴 没想到舌头上 也是头发 吓得她眼睛 睁得老大 克服心中的恐惧 伸手抓住头发 慢慢向外一拽 更诡异的 还在后面 眼睛里竟然也有头发 而且还在不停地移动 半天过后 终于看见了发烧 随后就抽了出去 扔到地上 吓得她一声大叫 急忙跑了出去 来到客厅 突然她摸了下舌头 发现上面的头发没了 难道刚才都是幻觉 随后猛得喘了几口气 头发竟然飞了起来 沾到了天花板上 而且还在用力向上拽 疼得她哇哇直叫 她急忙伸出双手 拽住头发 想减轻一点痛苦 没想到头发越来越紧 她双脚离地 就悬浮到空中 被拉到天花板上 挣扎半天后 头发也累了 她就掉到了地上 而头发则快速收缩 钻进脑袋里 眨眼间消失不见了 可下一秒 她身体一僵 眼中又有头发流动 随后从嘴巴 眼睛里钻了出来 而且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 就充满了污渍 看完这部电影后 你还敢随便接头发吗 男人掀开摆布 露出里面的女孩 随后摘掉手上的劳力士 脱掉高跟鞋 拿起剪刀 咔咔几下 剪开黑色连衣裙 露出性感的红色吊带 突然女人睁开了眼睛 还问我在哪里 你在殡仪馆 已经死了三天 她这才想起之前的车祸 我还能说话 根本没死 医生见她不信 拿出了死亡证明 她这才相信死亡的事实 随后医生开始清理伤口 进行伤口缝合 可诡异的是 小美根本感觉不到疼 她这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正在这时 突然有人敲门 医生给她打了一针 说这是肌肉松弛剂 等母亲到来时 小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半天过后 她又醒了过来 这次身体竟然能动了 难道自己没死 她赶紧把了个脉 可无论怎么用力 都没感觉到心脏跳动 她非常生气 用力敲了下床 一下 两下 三下 根本感觉不到疼 她觉得自己肯定不正常 随后下了床 来到门前 大声呼救 可根本没人来救她 而这时男友正在外面 想进去看小美最后一眼 却被医生拦住 只有亲人才能探望 小美听到争吵声 更加大声地呼救 然而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男友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医生回来后 看到小美蜷缩在角落里 有点意外 不过也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小美偷偷拿了把剪刀 趁医生不注意 用力刺了下去 正好没有刺中 可男人并没有害怕 一步步走了过去 还主动把脖子凑到跟前 这时小美却害怕了 把剪刀收了起来 我明明还有呼吸 还能跟你说话 为什么你们都说我死了 因为我能跟亡灵沟通 可她还是不相信 悄悄偷走医生的钥匙 等她离开后 打开大门 想逃出去 没想到医生发现钥匙不见了 随后急忙赶了回来 把小美堵在家里 她趁机爬到楼上 拨通了男友的电话 让她赶快来救自己 可男友以为这只是幻觉 就没当一回事 这时医生找了过来 还说 你们为什么这么贪恋红尘 紧接着扯掉一块布 露出一面镜子 小美定心望去 我为什么看着像句死尸 你明明就是 随后她伸出手 抚摸着镜子 看到浑身惨白的自己 终于接受了现实 可她没注意到 镜子上流下的哈气 又静静地躺了回去 换好受益后 医生打开了门 让她出去转转 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可她却犹豫了 因为没什么可留恋的 唯一的母亲也不喜欢自己 下丧当天 她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非常安详 医生又给她打了一针 说可以龙光焕发 美丽地离开这个世界 随后拿了一个小镜子 脸色确实比之前好了很多 她深吸一口气 突然看到镜子上的哈气 这才知道医生在骗她 可已经无力回天 慢慢昏死过去 追到会上 人们也没发现异常 她再次睁开眼时 早就被埋在地下 根本出不来了 而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整天浑浑噩噩 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医生是不是人格分裂 女人的手指被割破 随后头发就伸了进去 这可把她吓坏了 急忙抓着头发 把她拽了出来 这还没完 吃饭时 头发掉到盘子上 下一秒 里面的番茄酱被吸得干干净净 她非常害怕 急忙把头发绑了起来 恰好今天大姨妈来了 突然小美瞪大双眼 只见头发快速生长 慢慢伸进裤子里 等头发吃饱后 才一点点缩了回来 随后乱糟糟的头发不停地抖动 跟抽风一样 没过多久 头发就拉直了 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刚回到家 房东就凑了过来 还想占小美便宜 可她根本不愿意 偷偷拿出小刀 哭吃就是以下 房东吃痛 把小美按到床上 不料头发变长 顺着手臂往前伸 等小美爬起来后 顿时傻了眼 房东死死躺在地上 山口处的头发不停地掳动 大口大口喝着鲜血 很快房东就成了干湿 小美抓着头发轻轻一拽 头发就从山口里一点点拉了出来 这可怎么办 随后就把房东扔到外面 哭吃以下落到垃圾桶里 原来小美是个自然卷 在公司一点地位都没有 这天领导给她一张名片 小美按照地址 来到一家里发店 让托尼老师给她纸发 女人纸发有多恐怖 用大钢针穿过头皮 然后用力一拉 把头发一根根缝到头皮上 疼得女人哇哇大叫 她眼前一黑 就晕死过去 等再次醒来后 就有了一头乌黑的绣发 小美对此非常满意 托尼老师夸她非常漂亮 说头发千万别碰水 可她没注意到 此时老师的眼睛变成了金色 等上班时 乌黑的绣发引来全场的目光 纷纷跟她打招呼 她因此慢慢自信起来 公司聚会时 男神竟然主动过来打招呼 顺理成章走进房间 当作游戏时 小美眼睛变成金色 头发迅速生长 缠住男人四肢 然后将酒杯打碎 狠狠地插了下去 没过多久 男人就被吸成干湿 小美清醒后 彻底慌了神 随便找了家理发店 想把头发剪掉 老师拿起剪刀 刚要动手 不料头发疯狂生长 下一秒 老师一声尖叫后 重重地摔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美瞳孔变成了金色 女人看到这一幕 转身就跑 可没有头发速度快 被缠住脚脖子 她也领了盒饭 紧接着身体被头发覆盖 眨眼间血液就被吸干了 随着头发收缩 小美的意识才逐渐恢复 吓得她不停的大声吼叫 急忙回到公司 想问领导这是怎么回事 可刚进来 就看到会议室里躺着一具尸体 而领导就坐在旁边 原来这是女巫的头发 曾经受到过诅咒 吸收足够血液后 她就能再次复活 领导拿起剪刀 刚要剪掉头发 手腕就被缠住了 女人刚要剪头发 不料手腕被缠住 剪刀飞走 随后勒住脖子 把她掉到空中 紧接着头一歪 就重重地落到地上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穿过长长的走廊 突然一个同事走了过来 刚打了个招呼 她就被头发缠住 拽进屋里 只见地上的头发慢慢升起 越来越高 渐渐形成一个人的轮廓 头发自动分向两边 定睛一看 就是刚刚死去的领导 还扭了扭脖子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急忙躲进会议室里 幸好领导在门前经过时 并没有发现她 可一回头 窝了个乖乖 满地都是头发 随后一个个脑袋抬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小美急忙跑了出来 不料走着走着 身后又出现一只眼睛 她大叫一声后 转身就跑 头发在后面不停地追 可没头发速度快 最后被缠住脚 一点点拽了回去 她急忙拿起剪刀 把头发剪断 这才化险为夷 打碎玻璃 拿起逃生锤 又走了回去 她不想逃避 拎着斧子 找到女巫后 她们的头发迎风飞扬 想要合二为一 突然小美恢复了意识 拎起斧子 劈了过去 可女巫 咋地没咋地 又捡起高跟鞋 用力一砸 正好嵌入女巫额头里 眼看鞋要顶出来了 她慌忙躲进会议室里 可下一秒 头发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吓得她又躲进里面一间 然后解下裤腰带 用力缠住上面开关 突然听到声音 扭头一看 女巫想从镜子里钻出来 小美捡起地上的枪 对准玻璃后 扣下了扳机 没想到这竟然是打火机 她真想骂娘 突然女巫吐出一口头发 玻璃上出现无数裂纹 随后头发就钻了进来 这使小美想起托尼老师的话 千万别让头发碰水 她点燃打火机 对准消防喷头 没一会儿水就冒了出来 喷到头发上 疼得小美和女巫哇哇大叫 她趁此机会拿起剪刀 将街上的头发全部剪了下来 等再次打开门时 墙上到处都是头发 而女巫则躺在地上 不停地抽搐 显然还没死掉 小美则逃了出去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画面一转 一框框头发被撞到卡车上 运往世界各地 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